客量也大幅下降 直接冲击到台北车站周遭的店家 基本上业绩都至少掉了两成 星期六的下午 本该是人来人往的大厅 现在变得冷清 伴手礼店和美食街也不见人潮 就连车站外的停车场 也是空位比车还要多 以前假日都会有客 而且营收都比平常日好 现在变成相反 营收至少减少50% 台铁减租纾困 对象包含经营商城的业者 车站里面的店面 广告贩卖机和停车场 总共400多家业者 4到6月进行减租 三个月的时间将会减收 1亿2000多万元 这波疫情目前还看不到镜头 政府出手带头减租 希望能帮助业者度过疫情寒冬 戴新闻黄一轩 梁家明 台北报导 Covid-19疫情蔓延悬